南投县立殡仪馆园区博游铺面 久经碾压破税 人车难行 县长林明珍27日会刊后 决定次支约130万元 一次重新铺设彻底改善 林县长也实地了解县立殡仪馆计划扩建用地 除了折成民政处加速推动 并积极争取县议会全力支持 县立殡仪馆园区博游铺面 酒精碾压破税能称难行 县长林明珍会刊后表示 决定次支约130万元 一次重新铺设2300平方公尺彻底改善 我们便利馆目前已经使用好久了 现在便利馆周边的这些路面 保有都毁损非常严重 都河河河河河河 我们议员、议长也非常关心 希望县政委能够把病理馆的路面 也能抛除又重新实测新的路面 今天特地来会刊 我们来看的时候 因为这波的路面也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抛除 要重新铺新的AC路面 大概这个经费要将近130万 我想我们还是要尽快地来筹筹 让所有商家、商事人来家 执办工具 会比较 环境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我们会马上来做 另外便利馆设施老旧 都已不服使用 引起县府打算 在便利馆旁 一块0.8公顷的县有地 新建崭新便利馆园区 目前已折成明证处 继续规划推动 并由建设处协助变更 用地使用编定 但是最重要 还是需要新议会大力支持 病理馆已经使用了将近20几年 建筑物已经老旧 寿司也都非常不够使用 尤其小灵堂更不函使用 我们议会所有议员都非常关心 所以县长今天特地来了解 病理馆旁边这一堆大概8分地 我们要重新做整体规划 让所有的需要使用的便利馆 我们这些县民家属 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一个反正比较优雅 让我们这些往生的家属来这些守灵 这个环境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一季 8分地好好地规划 就分年把它兴建完成 提供给我们南投县民 因为家属往生之后 能够一个非常安宁的地方 让他们来守灵 举同会刊的先议员 郑振云张家哲对林县长的过想 异孔同声表示认同 他们说心理便宜馆对民众很重要 但是实用的商家都抱怨 实施导致 未来如果能如同林县长规划 早日完全扩进 这样是一件大功德 我们隔壁 台中市 我们的兵役 我们是做得完美好 我们学习 做得好 对我们这个 梦架也有一个尊重 让我们桑家也有一个尊严的感觉 很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还有我们林明珍县长 来到我们南投县立兵役馆 除了看我们这个路面AC的这个 目前的情况 因为这个比较久没有重铺 所以很多这个柏油的这个路面 已经有点石头 都已经跑出来 所以县长今天带领着这个 县政府里面 民政处还有公务处的相关同事 一起来看 所以也希望这个让我们 在使用殡仪馆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 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殡仪馆因为这个年代久远 所以使用空间上相对的非常不足 那今天县长也特别来这里看 希望说我们南投县的殡仪馆 可以重新做个整建 然后扩大 然后把这个环境也把它变得更好 民政处长吴彦宁指出 建立殡仪馆现有礼厅大中小共事间 灵堂祭拜室16间 临时祭拜排位12位 冷冻柜38柜 加上市早期规划的建筑与空间 确实早已复复使用 将进宿规划新的殡仪馆园区 记者湘西福 明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